您好 我是陳詩雅 歡迎收看華視晚間八點新聞 首先帶你來關注 國內疫情出現了變化 今天是一口氣新增了四例的本土確診個案 都和桃園機場有關 包括了三名外包清潔人員 以及一名防疫計程車司機 最先發現確診的清潔人員 案一七二三零 已經確定感染的是Omicron病毒 而他和另外兩位確診的清潔人員 平常都是搭頭一輛 通勤巴士上下班的 另外一七二三零負責的區域 在停車場的廁所 因此擴大匡列防疫計程車司機裁檢 又發現了一名司機是陽性確診 感染源是誰還沒有理清 但是指揮官陳時中也透露 這名計程車司機的CT值偏高 是需要調查的源頭 不過剛剛我們收到最新消息 計程車司機的基隆同住友人 篩檢出來是陰性 壓力真的來了 不只境外移入又增加30例 連維持的本土加齡也破功 一口氣新增4例 而且都和國境大門桃園機場有關 最近發現的案一七二三零 是桃機外包清潔人員 1月2號喉嚨痛發燒 3號就確診 CT值只有11傳染力強 而且確定他感染的就是Omicron 緊急匡列和他同一班通勤巴士的清潔人員 結果又發現兩例陽性 案一七二三八沒有症狀 1月4號確診CT值24.6 同住兩名家人目前都是陰性 另外案一七二三九 一號有出現疲倦的症狀 同樣在4號確診 CT值也是24.5 目前同住一名家人是陰性 本土疫情還沒完 案一七二三零負責停車場廁所清潔 指揮中心又擴大採檢機場的防疫 計程車司機五百多人 結果又發現一例 案一七二四零的防疫計程車司機 四號確診 而且CT值二十八點四 推論感染時間最早 他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六 和三十一號 各載過一名境外移入的確診者 十二月二十九號採檢時PCR陰性 但一月四號採檢又確診 四起本土個案都來自桃園機場的地緣關係 指揮官陳時中不排除 是案一七二四零司機再過確診者染疫 又去停車場洗手間 才傳染給案一七二三零的清潔員 但也有可能是案一七二三八 再清潔行李轉盤區的廁所 遭到環境感染 又透過同一班巴士 傳染給其他的清潔員 再傳染給防疫計程車司機 感染源還有帶基因定勢釐清 但國內疫情又出現變數 加上同時有兩名機師出現突破性感染 也讓防疫得再度繃緊神經 華視新聞聯繫黃劍營台北報導